防御女神那么多,但总有一两个是大家心头最爱吧? 说起来,在那个互联网并不发达的时代,没有办法在电脑上看电视剧重播,只能牵牵手着电视剧追剧,那应该是TVB电视剧最升行的时候吧? 很多港台的大牌明星,没少在90后的小时候罢评,如今看来,娱乐圈中很多号称四海八光第一美人的女星没有时光滤镜的加成,还真是不如那个年代的港台女星,而轩轩就是起哄的一个,轩轩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,当年和古天乐一起主演的《轩琴记》,成为多少人? 人的梦中情人 人的梦中心就胖起来了,再也没有《轩琴记》时期的灵动了,不过至今萱萱的胖却不是幸福胖,毕竟她至今都没有结婚,比较出名的恋情就是和张维健还有和荣文汉的了。 和张维健的分手,是因为两人差距越来越大,而和荣文汉则是因为男友希望轩轩回归家庭。 放弃事业,荣文汉骑士,可是豪门啊,但是轩轩竟然拒绝当豪门阔态,专注于事业,并且公开表示不后悔,这真是少计啊。 然而对于女儿的这种行为,她的父母并不理解,父母甚至给她放下婚可以不结,孩子必须生个狠话,轩轩却坚持,孩子必须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成长,她不会盲目结婚,一定要找对的人,就算遇不到,也好过在一起不开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